欢迎来到Kevin的聊天室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国际学生的美国学医之梦 我从小就对医学很感兴趣 如果大家对来美国学医感兴趣的话 那么一定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学医 在美国呢 有些人会对亚洲人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比如 亚洲人都很刻苦很努力 很喜欢去做像医生律师这类的职业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但是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学医 这不仅仅是一个面试经常问的问题 而且你也可以以这个问题来时刻提醒自己 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这样才能够坚持的走下去 好了 我们进入正题 今天的话题有我的背景 学医的步骤 我目前都做了什么 国际生的须知 以及在最后的一个小总结 我15岁的时候来到美国的肯塔基州读高中 现在在弗里达大学读大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我高中就来到美国读书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尽早融入美国的文化 以及熟悉它的语言 以便对将来申请大学还有医学院有一定的帮助 我在来美国之前对美国的学医之路有一些简单的了解 但不曾想来了之后才发现这条路比我之前想象的要艰难许多 首先声明一下 我们今天聊的主要是在美国本土的MD项目 至于DO和加勒比医学院 我不是特别了解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做调查 还有我所指的国际学生是没有美国身份 也不是双重国籍的 持有F1签证的国际学生 如果是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双重国籍的话 申请的步骤会有一些不同 在国内 同学们高考之后就可以报考医学院 毕业 然后申请住院医 之后可以选择是否继续读博 但在美国 同学们在高中毕业以后 先要申请一个本科的专业 在本科毕业之后 才可以再去申请医学院 那么医学院毕业之后呢 拿到的就是博士学位 在大学期间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准备 我下面就来细讲一些需要准备的东西 首先是课业与成绩的要求 大部分的医学院都会要求 你在本科的期间上一些 医学预科的课程 每个医学院对所需的课程会稍有不同 但总体都是类似的 比如说数学 生物 化学 物理 人文 但是像微生物学或者基因学 这样的分支的课程 可能有些学校会要求 有些学校会建议你有 但是有些学校就不会多做要求 具体的要求 同学们可以去 自己感兴趣的医学院的官网上查到 一般会在admission 然后pre-requisite requirement下面可以找到 有很多同学会纠结他在本科到底要选什么专业 有没有一些专业医学院会更喜欢一点 我所了解到的信息是 学校认为什么专业都可以 医学院尤其喜欢多样性 就是说什么专业都来一点 你选历史 政治 金融专业和你选生物化学 这样的专业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要你上购医学预科的课程 你的专业对申请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重要的是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样才有助于你提高GPA GPA在申请学校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有同学会问他们的GPA要求一般是什么 这个学校一般不会告诉你具体的数字 但他有的时候会在官网上写出网界的录取生的GPA的平均值 或者是25% 75%这样的一些统计数据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MCAT 它的全称是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这个是申请医学院必备的一个考试 同学们一般会在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准备 它的日期还是很多的 一般从一月到九月 每个月都至少有三四场考试 然后考完之后 在大概一个月之后会公布成绩 但同学们不要去考场才刷题 它和SAT还不太一样 SAT我记得考了三次 然后ACT也考了三次 但是MCAT是考的越少越好 一般考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因为你考的次数太多的话 会不利于你的申请 除了课程和成绩之外 还有一些很多课外的活动也很重要 首先是志愿者活动 学校一般会看两个方面的志愿者 一个是临床类的志愿者 一个是非临床类的志愿者 他们分别叫clinical和nonclinical 临床类的志愿者包括像在医院端茶送水 或者在你当地的诊所帮忙 总之就是在医疗环境下做的一些志愿者活动 非临床志愿者就是你在社区里所做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在food pantry 或者是salvation army 又或者是animal shelter 就是这些地方你做的一些活动 可以算尽是非临床的志愿者 这两种都很重要 大家有时间的话都要去做一些 除了志愿者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shadowing 通过这个活动可以看出来 你对医疗环境的了解 以及你对医学是否真的感兴趣 你的任务就是跟着一个医生到处跑 他去哪儿你去哪儿 像他的影子一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叫shadowing 通过这个活动 你可以问你的医生很多的问题 比如他是怎么考入医学院的 他对学医的一些看法 以及他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一些感想 同时医学院也能够通过这个活动 看出你的人际交往能力 通常能拿到shadowing的同学 都有足够的毅力 以及在被别人拒绝以后 还有足够的勇气去问更多的人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科研 这个科研虽不是至关重要 但如果有类似经验的话 肯定会对申请有所帮助 尤其是对MD PhD项目感兴趣的同学们 我之后会再细讲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在本科期间可以参与研究 并且能够发布文章 那绝对医学院会认为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在大学期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体现你的领导能力 因为作为医生一般是要领导一个医疗团队 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表达能力 统筹能力 当然这些在医学院都是会培养的 但如果你在本科的期间就有一些经验的话 那肯定是加分享 最后呢是工作经验 这个对美国同学来说可能不是难事 因为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在家附近的餐馆 超市会去做一些打工 但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由于身份问题可能有些困难 但是呢大学在校内还是会有一些给国际学生的工作机会 工作可以培养一个人的经济观念 同时也能够体现出你的勤奋 对于国际学生 找到校内工作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能够拿到SSN 这个对在美国生活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有了SSN你就可以申请信用卡 积攒信用记录 当然我们改天再聊一聊SSN到底是干嘛的 讲完了申请美国医学院的一些准备步骤 那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到目前都做了些什么 首先在专业的方面 我选择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这个工程专业的GPA平均是会低一些的 但是医学院会根据你的课业的难度来考核你的GPA 我选的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对工程也很感兴趣 而且如果没有考上医学院 我还可以继续读工程学 或者找一个和工程有关的工作 不至于考不上医学院就走投无路了 我目前还没有考MCAT 但是我会在这个暑假开始看一些有关他的资料 并且在大三开学的时候开始着手准备 目前我上了大部分的医学预科课程 还有一门生物化学会在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上 然后志愿者的部分我也有做一些 我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 在学校的医院里做过一些志愿者 然后还在附近社区的foodbank做过一段时间 但之后肯定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然后我目前还没有做任何和shadowing有关的 本来原计划是这个暑假可以有一个医生去shadow一下 但由于疫情的原因 这个也只能再往后推迟了 对于科研 我有幸在大一就有机会参与 学到了很多 大家在找科研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尽快 在大一的时候 学校一般会有一些类似的活动 可以有机会和不同学科的导师们谈笑风生 在去参加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拿好自己的简历 看看参加这次活动的人员列表 对自己感兴趣的导师也提前做做调查 看看他们写过的文章 这样到时候见面的时候才有话题可聊 并且在聊完之后 不要忘记跟他们要联系方式 在回家之后可以给他们回个邮件 问一问之后有没有机会可以申请一个面试 当然在得到offer之后也不要心急 这个时候要更仔细的考量 自己对这个职位到底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一开始觉得有机会就不错了 赶紧参加 你的确可以学到很多 但到后来如果你发现自己对这个项目不是特别感兴趣 那么你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也浪费了导师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深思熟虑 再决定要不要参加这个项目 在本科期间搞科研还是比较费时间的 因为你既要有自己的课业 还有各种别的活动 然后还有这个科研 一般来说呢 你熟悉这个实验室的人员 以及各种步骤 可能就需要一个学期的时间 在之后呢 才慢慢可能有成果 而且如果你想发表文章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就更漫长了 所以做科研一定要有耐心 对于领导能力呢 我也有一些经验 我曾经在佛大中国学生会有所任职 还有在一些工程专业的研究小组 也带领做过一些项目 还有在工程学院也对新生有过课程安排的辅导 同学们只要记住不管做什么 一定要体现出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 组织能力 沟通能力 其实可以自己有一个笔记本 对于参加过的活动都把它记下来 而且可以写下来 这些活动都培养了自己什么能力 这样在之后 不管是写简历 或者是在面试之前 都可以有个参考 对于工作呢 我目前只做过一个简短的暑期工作 叫Preview Staffer 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迎新团队 帮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 并且帮助他们制定第一学期的课程表 去年暑假呢 我和我的团队欢迎了近8000名新生 和1万名家长来到了UF的校园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作为国际学生都有些什么需要知道的 首先呢 我觉得作为国际学生 申请医学院真的是分外的艰难 因为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医学院 都会接受国际学生 比如说我的学校UF 它就不接受国际的医学生 我去年调查的时候 在美国大约有40到50所医学院 是接受国际学生的 而且就算这个学校接收 也绝对是一小部分的人是国际学生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大部分学校的资金来源和名额 都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你本科是在美国读的话 这个过程可能会简单一些 因为如果在别的国家读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附加的要求 而且成绩单也有可能不符合规定 大家可以去AAMC的网站查看详细的资料 这个网站还是有很多对于申请美国医学院 很有帮助的资源的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医学院的学费一般很贵 而且很少会给国际学生奖学金或者助学金 但是还是有一些学校是会给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加倍努力 除了学费贵 有一些学校还会要求你有一年 两年甚至四年的学费存款证明 所以大家在申请之前一定要和学校核实清楚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但是的确有一个可以节省学费的方法 就是我之前提到的MD PhD项目 这个项目比直接申请MD可能更难 录取的人更少 一般一个学校也就不到20个人 所以国际学生的名额可能也就一两个人 这个项目是四年的MD 之后还要读两到四年附加的博士 可以自己选择研究方向 这个项目需要很多科研的精力 以及对科研的热情 好处就是这个项目的学费一般会全免 而且会给你一定的生活费 但是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学校是联邦政府拨款 所以它并不能给国际学生在经济方面的资助 但这个项目还是给了广大同学一定的希望 所以大家一定要加倍努力 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谈了谈 申请医学院的一些步骤 那么这个在学医的道路上只是一小步 在你考入医学院之后呢 还会有更多的考试 比如说USMLE Step 1 Clinical Skills Step 3 甚至之后的Matching Process 还有你的Residency 还有很多很多的程序 所以在美国学一真的是慢慢长路 但是我们先把重点放在申请上面 毕竟被录取了 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最后呢是一个小节 医学绝对是一个很难进入的职业 尤其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毅力 热忱是完全可以达到目标的 其实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 就会经常在知乎上找一些和我背景相似 并且已经在医学院 或者是已经在当医生的前辈们 看着他们的故事 我还是感觉到了很大的激励 虽然我们做着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但确实有人做到了 不要忘记给自己制定目标 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 并且一定要找到一些可以激励自己的人 在学医这条路上 会有很多时候想要放弃 因为有很多其他职业 他收拾颇风 甚至更加轻松 而且不用像这样挤破脑袋的去申请 但是呢 如果你不在乎这些困难 并且对学医还是充满着热情 那么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 好了 今天我们就聊这么多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一键三连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它的全称是 Medical College Medical College Medical College what? 全称是Medical Medical College 是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 Test YES 或者在 当地一些诊 或者 在当地一些诊 当地一些诊所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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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